你 你怎么来了 你来想干嘛呀 我还能干嘛 护肩请醉呗 醒了你 快坐吧 附近请醉 你有那么好心吗你 我这回真知道自己错了 你走了之后叶红骂我半天 我真的想洗心革面 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就希望你杜大律师 能够斩相肚立能撑船 大人不计小人过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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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还挺多的你 真是的 我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病 工作也丢了 胡震东 把你开了 我哪能那么没眼力见啊 还等着人家开我 我自己辞的 唉 这次啊 咱们的确挺对不起人家的 这大人倒没什么 就是不应该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让小语好好一个生日 过成那样 我就知道这两个人之间有鬼啊 这果然搞到一块去了啊 合起火来酸酒 我 我非把他开了不可 唉 别着急呀 依我看 只要咱们有这照片在手 他那官司啊 稳赢 就凭这几张破照片 能管什么用啊 这你就不懂了 唉 如果胡震东 帮咱把官司打赢了 咱得把这照片啊 捏在手里不放出去 如果输了 你再把这重磅炸弹给抛出去 告他们原被告双方律师 私下勾结 还要告胡震东啊 泄密 到时候 不管那杜晓菱啊 帮李斌搞到多少 立的证据 都会因为不合司法程序 全部失效 那这么说 我们稳赢了 一点都没错 所以说 咱不怕他们俩啊 私下接触 他俩接触得越多 对咱们越有利 还是你深谋远虑 胡律师 杜律师来了 好 好 胡律师 我今天来 是想对昨天的事情 给您道个亲爱的 过去的事你都不要再说了 现在是上班时间 为什么要做了 那些费人 都没有办法 那是在这儿 你会让我做你 那是你 你会做的 你不会做的 你会做的 然后你会做的 你会做的 我会做的 你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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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我之间还有诚意可言吗 莫律师 我是抱着非常诚恳的态度 来跟您商谈的 而且我也是非常真诚地 想就过去发生的事情 跟您道个歉 您说我公私不分明 那您呢 您这种冷嘲热讽的态度 我想 也不是一个职业律师 应该有的操守吧 好 你既然这么说 那我就代表我的委托人 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 我的委托人 态度非常地明确 他要股份的百分之十 少一个百分点也不行 我明白了 那咱们之间 没什么可谈的了 那就法庭上见吧 好 法庭上见 今天是黄敬女士 李冰先生离婚旧婚迎爱 第一次听签的调节 主要是就双方有分歧的地方 进行探讨 主要是呢 包括财产分配 公司股权分配等事宜 我有话要说 请讲 我是想问 是不是证明夫妻之间 如果一方有了婚外情 那无过错方 就能得到一定的精神赔偿 根据我国会员法的有关规定 夫妻双方之间的 应该互相忠诚 互相尊重 也就是说 配偶之间应该具有 互相忠诚的义务 那么好 今天在法官面前 我有证据能证明 李斌她有外遇 法官大人 这是李斌的记账本 这些年来她一直有 财务支出记录的习惯 你看看这笔记录 她每个月都有一笔 一万块钱的支出记录 而支出的对象呢 叫王力 王力 你们不会以为 她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吧 那就说明 这是一个女人 每个月给一个女人 寄一万块钱 你们觉得正常吗 我这里还有一笔 支出记录 是五万块钱的手术费 李斌 这手术费 不会是妇科手术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关于女人的事 我在你这儿求证过无数次 但凡你能跟我说半句实话 我也不至于被人打个措手不及啊 你这么的不信任我 那么作为你的代理律师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另请告明吧 杜律师 杜律师 我想你不是集中的人吗 请坐一会儿 我是每个月给王力寄钱 但是绝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关系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她 说句确确的话来 我刚不认识她 这些证据够充分的吧 你也看见了 黎斌在法庭上的样子 她根本就没办法解释 充分倒是很充分 不过黄女士 如果下次你有什么 新的证据的话 能不能事先通知我一下 像您这样 直接在调节室拿出新的证据 虽然把对方打了个措手不及 但也使我很狼狈 我也是 才刚刚收集到这些证据的 黄女士 也许你对司法程序 还不是特别地了解 向法院提交证据 是有举证期限的 要给双方的证据 有一个交换的时间 以便双方去调查和申辩 当然 在听审期间 像您这样 直接拿出什么新的证据来 虽然戏剧效果很强烈 但是 如果案子 一旦真正开庭的话 像您这样的情况 一般是不允许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没事我先走了 好我送您 不用不用 这儿我来了好几回了 别别别 我都熟着了 黄秘书我来一下 黄秘书 您帮我送送这位女士 好 你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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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突然说 看见这个伤疤了吗 我刚好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 我恐怕就溜在一战场了 可是在我们撤退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伏击 我当时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才发现 是班长把我压在了身子底下 替我挡了子弹 就这样 我回来了 他却永远地溜在了一战场 这个女人就是我们班长的棋子 我后来才知道班长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只有这个结婚不到一年的棋子 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心里非常内疚 因为班长是为了我牺牲的 这样他们家就断了根了 后来我就一直偷偷地给他寄钱 为了不被有公众和媒体知道 我一直在给他寄钱的过程当中 都是亲力亲为的 从来没让别人待老过 当然了也许这件事情 让别人听起来不觉得很了气 但是对我来讲 我只是想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而已 那他知道这钱是你记得吗 不知道 王力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如果我直接把钱拿给他 他肯定不接受的 其实更重要的是 班长是因为我而牺牲的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脸面去见王力 如果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黄金把它提出来 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李先生 我想见见他 这恐怕不合适吧 我真的不希望 因为我的事情 打扰了别人的生活 可是李先生 现在不是你希望不希望的问题 黄金已经把这件事情给公开了 我们必须得到王力的证词 来证明你跟他之间 你们俩是清白的 否则 就是默认 这种不清不楚的包养关系了 还有 我必须跟您说真对不起 我刚才那态度 很高兴为您打这场官司 来 哎 小林啊 我想问一下 你们家创可贴在哪儿啊 我的手划破了 找您两块 你拿好 慢走啊 嗨 宋晴 你来啦 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陆 什么事你乐成这样 新大陆出现了 你看 登登登 是什么呀 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 胡震东送给小林一个钟 我今天在小林家发现 小林也买了一个 跟这也是一对情侣钟 看来这回咱这杜小林同志 是动真格的了 就算是真的 你也先别到处说 我是哪儿说去啊 我提醒你一下 小林脾气那么急 回头啊 她那倔劲一上来 没准这辈子都不理老胡了 这事你得慢慢来 你说得也对 不过慢慢来可不成啊 都多大岁数了 再慢 再慢成老太太 老掉牙了 我得 我得跟他们 来点催化剂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上小林那儿上班去 成功打入敌人内部 就不怕没机会 不行啊 绝对不行啊 你就让我做点补偿 将功赎罪吧 这又不是我 乱点阴阳谱 强行狼狼配 你跟胡震东 也不至于搬脸啊 你们俩要是谈判成功了 这第一次在法庭上 就不会以失败告终 都跟你说了 这事不怪你 行不行啊 你就踏踏实在 跟家里待着吧 啊 再说了 我们事务所不缺人 我觉得 我呀 做不了你的秘书 可是你让我做点小事吧 你要是不让我做一点 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提前进入更年期怎么办啊 哪怕是里边那案子 帮一点点小忙 干一点小活都成好吗 哎呦呦呦呦 行了行了啊 您别捏了 您捏我还是掐我呢 捏 哎呦真的 我真没怪你 还有啊 你放心 您的更年期啊 再过一百年也不会到来 您就踏踏实实地 过您的十八岁吧 啊 您要是实在闲的话 看见没有 这儿这么多应聘广告 应聘去吧 免费给你打杂你都不要 我这哪儿应聘去啊 还有一事儿 还真的问问你 什么事儿 西城区百花院在哪儿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儿我熟 明儿我带你去 真熟假熟啊你 骗你干嘛呀 我咋想跟那儿长大的 明儿见分小 这王历能上哪儿呢 谁知道呢 在同住屋里 哎 嗯 大妈 我想请问一下 就这个单元六零一的王历 您知道去哪儿了吗 王历啊 她到外地支教去了 哦 那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哎 好像听说是大成基金 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 谢谢您了大妈 没事儿 那怎么办啊 哎呀不知道啊 回去再说吧 要不要跟他不是要贴一点啊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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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 你们说我去哪儿有东西去 你也来找王历啊 是啊 我得亲自过来看看 不用上去了 王历不在 嗯 刚才剧委会大妈说了 她好像是去外地了 参加大成基金组织的一个什么支教活动 嗯 那我走了 好 你忙 嗯 您好 大臣 您请问有需要帮助的吗 哦 您好 我请问一下 贵公司是不是组织了一个什么 支教活动 嗯 是的 我们走一个爱梦想支教活动 呃 您好 呃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王历的人 呃 在你们举办的 支教活动里支教啊 哦 我帮你查一下 哦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啊 参加这次活动的 有没有一个叫王历的 好的 稍等一下 有 王历警示 在贵州楼里面 带着 请您关于小学之教 我查到了 有 哦 谢谢啊 哎 大爷您好 您好 我想找一下那个 到你们这儿来参加大成基金支教活动的王历老师 啊 他在吗 有有有 他正在上午很窒息呢 啊 那这样子你是谁啊 哦 哦 我是正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我叫杜晓玲 这是我的名片 哦 那这请经吧 哎 好嘞 杜律师 嗨 你在这儿坐一下 好好好 我去跟你找王老师 好好好 麻烦您了 哎 好好好 嗯 孩子们 这是大成基金给我们赞助的T恤衫 一会儿晚自习以后 老师给每个同学都发一件好不好 好 那现在赶紧来做作文 王老师 哎 眼睛啊 来了一个人找你 你看看 他在办公室等你来 好不好 好 那你先去我马上就来啊 哎 哎 同学们 老师有点事儿啊 先出去一会儿 一会儿呢 你们自己看这两个题目 任选一个 认认真真地写啊 啊 回来就给你们发地协山 好吗 好 真没想到 一直给我寄钱的人是李斌 你以前见过他吗 没见过本人 不过在报纸上见到过 我一直以为 是个离我特别遥远的大人物 哎 没想到是他这么多年 一直在给我捐款 那 刚开始你收到钱 你不觉得奇怪吗 当然觉得奇怪 一开始 莫名其妙地接到钱 我就通通给寄回去 可每一次又都寄回来 后来 我索性就接下了 把他交给了慈善组织 让他捐给那些更需要捐助的人 我想这也是他的本意吧 那你怎么会想到到这儿来的 是这样的 贵州龙里是我丈夫的老家 所以在这儿有我很多的回忆 当我知道大成基金有这么一次支教活动 我就第一时间报名参与了 我也了解这儿的情况 这些天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觉得特别地充实 王黎 我今天来找你呢 就是因为李斌给你寄钱 所以黄静在法庭上指出 你跟李斌之间 有不清不楚的包养关系 所以 希望你能够出庭作证 如果你不能出庭的话 也可以出具一个书面证明 我当然愿意 你们说需要我做什么 如果需要我出庭 我随时都可以去 只要会还他一个清白 那太谢谢你了 这说哪里话了 这么多年 如果不是他捐款 我怎么能帮助那么多的孩子 黄女士 您还需要点什么吗 不需要了 谢谢 那您如果需要什么 随时吩咐我 你去吧 黄女士 您回来了 黄女士等您多时了 我知道 好 你在机场 对 我刚从贵州回来 去贵州问问问 去见那个叫王丽的女人 您见王丽干吗呀 我去调查 您在法院的调节时 提出的证据 难道 你认为我提供的证据 不够充分 还是你在怀疑 我提供的证据有假 不不不您别误会 即便我不去调查 对方也会去调查的 况且法院不会因为 你现在所提供的这些证据 就判定您丈夫 对婚姻的不忠 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我自己 亲自去调查一下 掌握更多的细节 将来在法庭上 也能拿出有利的证据 那就谢谢胡律师了 不过我调查的结果 这些证据 并不乐观 王力跟您丈夫的关系 并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起码 在她的证词上 不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 在法庭上提供的这些证据 就能 这官司就能稳赢呢 您也别太泄气了 现在虽然没法证明 您丈夫对婚姻的不忠 但是基本上 我们还是处于 有利的位置的 如果没有什么 特殊的理由 您所提出的 分割财产一半的要求 还会得到 法院的支持的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吗 以我个人的经验 只要法院没有裁定下来 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会尽我自己 最大的努力的 这一天 又是调查 又是举证 又是上庭 你说你每天都这么 你每天都这么干啊 我骨头都散架了 你呀 你太教会了 你是女超人 还是 还是铁人哪 不过我觉得 你反正不是正常人 我呀 我非人类 地球人离我远点儿 来来来来 喂 我是杜晓菱 行行行 那好吧 那就这样啊 我得出去一趟啊 你刚回来干嘛去啊 黄静想见我 他找你干什么 我也正纳闷呢 不过 他电话里头的语气 有点来者不善的意思啊 那会不会 他把你骗出去 想害你啊 哎呦呗 你警匪片看多了吧 想要力也太丰富了 去不去啊 我今儿除了床和沙发 我哪儿都不想去了 累死我 我都快散架了 你去吧 你要是回来晚了 饿了 我给你准备夜宵啊 哎呦 就你 你也就会买个披萨 什么的啊 指不上你 走了 早点回来啊 哎 你把我找到这儿来 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哎 是不是你们当律师的 心理素质都特别好啊 你就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再说了 我学的是法律 又没学过猜明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直说了 你跟胡震东之间的关系 我已经知道 我跟胡震东律师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全天下人都知道啊 天下人都知道 不一定会 据我所知 你们俩的关系 可不止便房 和素房女士这么简单 我知道 你们私下关系 非常不一般 说你们暧昧啊 是往轻了说 说重一些 你们俩那是勾勾搭搭 狼狈为奸 请你不要胡说八道的 我跟胡震东之间 我们俩清清白白 高明正大 如果你就是为了 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来找我 那实在是浪费我的时间 再见 你先别着急啊 我知道你们当律师的 都巧言吝啬 最善意混淆是非 你们会把白的 说成黑的 黑的说成白的 我要是没有证据 我今天也不会来找你 听你这么说 好像我跟胡震东律师 我们俩之间 还真有什么 不清不楚的把柄 捏在你手里 证据我当然有 而且是铁打的 那就拿出来吧 至于现在就有拿出来 要是休息 你如果拿不出来的话 小心我搞你诽谤啊 我知道 你是京城著名的律师 我而现在把证据拿出来 你不是毁灭证据 你就找出一大堆的理由 来说我的证据不成立 说不定你还大打一盘呢 不到关键时刻 我是绝不被把证据拿出来的 那你今天来找我 到底想干什么呀 很简单 这官司我要赢 如果要是赢了的话呢 你跟胡震东之间的事 我再也不提了 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但凡输了一心半点 那你和胡震东之间的丑事 我就会给抖出来 我杜小莲做人清清白白的 你愿意抖你就抖吧 爱上哪儿抖上哪儿抖去 奉陪了 我告诉你 我不单知道你跟胡震东之间 眉来眼去怪怪怪怪的 我还知道 连他的私人秘书 现在都帮你做事了 杜小莲 你会后悔的 快点 你干吗 还偷偷摸摸摸的起来不见我呀 还偷偷摸摸的呢 你睡那么沉 跟狗猪似的 被人抬走了都不知道 我睡得沉吗 我一时觉得我睡觉挺清甜的呀 哎 昨天 黄静找你干什么 也没什么 乱七八糟的 说好一大痛 哼 好想啊 要威胁我 太威胁你 我去洗漱了 你干嘛呀 对 后来跟你说了 那个 收拾你就别去了 干嘛呀 我帮你端端茶倒倒水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现在哪还能找着我这种免费的打砸光 你干嘛呀把我辞掉啊 哎呦呦呗 我哪敢死你呀 你个大海龟 是这样的 你说你 你去那儿 你在那个胡震东那儿当过秘书 这时候去 不太合适呢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给你打砸 你还 使我退一后腿啊 去那儿也没什么事 一天到晚呢 跟着我东跑西边的 白收罪 别去了啊 拿着 哎呀 我知道你打什么主意呢啊 趁早死了这份心吧 还有啊 我知道你端发现 我买的那面重了 别胡思乱想的 我跟胡震东 半点可能性都没有 就你瞎吵醒了 你上辈子数什么的呀 是回虫了吧 我怎么干什么你都知道 算的 走了 还行啊你 哪那么赖呀 我走了 睡会儿吧 哎 哎 老师 你好 阿姨好 不是你同学 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不 我爸还在生包袱呢 那个 叶红啊 如果你方便的话 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什么事你说 今天一大早呢 律师事务所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趟天津 可能要待他一两天 小语一个人在家不放心 他下学以后 能不能去你家 没事 正好让他跟林亮做个伴 那太感谢了 就是上次小语过生日的时候 哎呀行行行了 陈芝麻烂骨子 你别提了 我们早忘了 嗯 你放心吧 呃 我接林亮的时候 把你女儿一起接我们家去 那就拜托你了 行 一会儿我看 哎呀 李先生不好意思啊 哎呀 我这事啊太多了 哈哈 没事 李童 哎呀 你现在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有什么好消息吗 是有一个好消息 王立我已经找着了 啊 他说的这个证词呢 基本上跟您说的内容是一样的 他表示 随时愿意出庭作证 真是 那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打扰过他 没想到这件事把他牵扯进来了 哎呀 不过好消息归好消息 这件事情呢 只能证明 您没有出轨而已 谈判已经破裂了 法庭调解这条路 已经堵死了 只能停上键了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现在上法庭 就只有两天的时间了 如果您手里 还有什么东西的话 我觉得 是应该抛出来的时候了 没有 没有 好 不管是什么事 有还是没有 说还是不说 那都是您的权利 不过我想提醒您一句 就我们现在手头的这些证据 基本上到时候 这法院会支持你太太提出的 分割一半财产的要求 因为我们向法院提交证据 那是有 举证期限的 如果过了举证期限 那么 到时候您再拿出什么证据来 那基本上法院是不会采拿的 因为我们再去法院的话 那就是直接在法庭上 而不是在调节时报 我真心地希望您 好好地考虑考虑 权衡一下利弊 再让我想想 再让我想想 天哪 是你呀 你吓死我了 你不是伸入敌后 给那个小玲和老胡 当没人去了吗 你跑这儿干嘛来 别提了 我被她轰出来了 她嫌我碍事 而且我心里那点小酒酒 早就被她看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失业了 走吧 咱俩吃顿午饭去 我不去 我都上班呢 你吃饭你找思思去 她那儿中的西的 土的羊的 什么好吃的都有 我可不找她 那上回因为那手机视频 我跟她发过去 吵着她睡觉了 结果一个礼拜都跟我憋你了 你刚才愣什么事呢 思春的吧 看着哪个小伙子了 需要我帮忙吗 哥们拔刀相助 我是说那个老胡 你看着老胡了 我的妈 你怎么也 看着老胡了 你老女在生气呢 不是不是 你们两个都喜欢一个 二女争一夫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帮谁我都得罪另外一半 你说这怎么整啊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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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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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来我送亮亮上学的时候 碰见老胡和她女儿了 那个老胡说 她要去天津出差两天 让我照看一下她女儿 我当时就答应了 可我一来上班吧 我们那经理非让我今天晚上加班 我死活也请不下架了 你看我这不是正发愁呢吗 就这么点事 至于把你愁成那样吗 这有多大个事啊 交给我不就完了吗 反正我也闲着 你说真的 我骗过你嘛 他们几点放学啊 你们家儿子在哪个学校啊 那给你 这是我们家钥匙 中关村二小 你别忘了啊 对了 那个我今天晚上很晚才能回去 你给他们俩做顿饭吃 做饭 行 行 朝阳区莲花公寓四号楼 一单元三零二十 李先生 这 这是 这个是黄金在几年以前买的 高级公寓 那个开发商是我的朋友 他说 这套房子的户主叫薛刚 而付钱的人 是黄金 薛刚 什么人 这我也不知道 你只要去查一查 可能就什么都清楚了吧 我希望你不管查出了什么结果 那替我保密 明白 我尽快去查 那位女士 您找我哪儿啊 你好 那个 我找三零二十 甭管几零二 咱们这哪儿 莲花公寓高级公寓 来访人员一里得登记 是吧 谢谢啊 没事 你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就看你对工作这么负责任 一定是保安队的队长吧 至少也是个班长 那是 都干了五六年了 刚升的班长 我领导说了 就从我这工作态度 升队长也迟早的时候 那这儿的人你都熟吧 一转基本都熟反正 这个女人 你见过吧 嗯 见过吧 那不是每次都找萱 您问这么仔细 什么意思 想干嘛呀您 是这样的 我是个律师 我有点事情 想跟您调查一下 你撒的这是什么 言 为什么要撒言 杀手里昂啊 他会容易生病 所以撒点人家 死掉消毒做人 他就不容易生病了 宋阿姨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 我都饿了 你看我这不是在切菜呢吗 一会儿啊 马上就好 您都切了半天了 你到底要切到什么时候啊 阿姨手艺不大行 原谅我 慢慢来啊 这就来这就来 来 哎 披萨店吗 这女的叫什么我真不知道 她平常也不住在这儿 哎 那你知道这薛刚 他什么人吗 薛刚三十多岁 以前好像在报社干 最近不上班了 把他家待着 哎 我说您这个 是律师 是不是来查护营店的吧 我估计不就是 你说这小伙子 三十多岁 不上班了 他还订有钱呢 那女的可比 他猛十多岁呢 我估计 说不好就被包养了 那您怎么知道 这照片上这女的 她就是来找薛刚的呀 那您说 咱们这儿一踢一户 她每次来都去三连二 不是找薛呀找谁的呀 是吧 我就跟您这么说吧 就在这儿 什么事也不要瞒过我的眼睛 你甭管什么 小偷小摸什么的 你就飞进来这蚊子 也得经过我的云雪 哎 行 嗯 是这样啊 嗯 这件事情呢 已经闹到法庭上去了 所以到时候 还得请您出庭作证 哎呦 这人家都是有钱人 咱们别 还打击报复吧 你放心吧 咱们是法治国家 证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谁也不敢动你 那是何阿姨吧 我跟你说 她给薛刚他们家 做中点工 对情况比较了解 要不您跟她聊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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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 来 何阿姨 我们多久没见面 我们消失多少年 有时候 会坐在街边 想念我们那些年 冬的夜晚有夏的缠绵 我们锁在房间打花当年 你伤心 我泪流满面 她快乐她飞上蓝天 你现在还哭吗 她的脾气还没有变 那些对白还萦绕耳边 战断着我继续向前 大雨天 我跟遥忘浪天 那时我们是少年 跌倒了 唱首老歌 我们想念那些年 我们想念那些年 多少年 多少年 看时光慢慢变迁 那些对的错的 一场那弯弯 满目降临的少年 多少年 多少年 一直有你在我身边 那些真的假的 只有你我了解 苦苦笑笑的少年 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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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时光慢慢变迁 那些对的错的 一场那弯弯 满目降临的少年 多少年 多少年 一直有你在我身边 那些真的假的 只有你我了解 苦苦笑笑的少年 我们想念那些年 我们想念那些年 我们想念那些年